主料,蛋黄一个,细砂糖25克,低粉8克,牛腩100毫升,全蛋60克,细砂糖105克,融化奶油90克,低粉90克,杏仁粉30克,泡打粉1小勺 主料,卡士达奶油50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卡士达奶油做法,将蛋黄打散,加入细砂糖后搅拌均匀,加入米粉拌匀,再加入牛奶,拌匀,放入微波炉,搞火转一分钟后,取出拌匀,重复此步骤3到4次,是蛋黄举油受热后成糊状, 不同的微波炉时间和火力都需多调整,如果加热过头的话,蛋黄就成变硬,所以,要随时观察蛋黄的状态,倒入瓶盆中,压扁,表面盖一层保鲜膜,底部进冷水,使其快适冷却,完全冷却后,装入表花袋中,放入冰箱冷藏备用,所有本来过和过筛备用,奶油加热至融化备用,蛋糕不做吧, 将全蛋略微搅拌,加入细砂糖,拌匀,加入融化的奶油拌匀,加入过筛后的粉类,拌匀,如果有了很久的话,在加入粉类拌匀后,也可加入拌匀,将面固倒入铺有保鲜膜的平盘上,压扁,表面再盖一层保鲜膜,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,冷藏后的面固装入表花袋, 再铺好细枝的模具底部,按照模具的形状挤上一层,再沿着模型的外圆绕一圈,并往上重复挤两圈,共三圈,过一共挤了四圈,再在蛋糕固上挤上一层卡适打奶油, 再将剩余的蛋糕补挤在奶油壶上,用勺子背面沾水后,将蛋糕的表面抹平,用叉子沿着面壶的边缘画出花纹,画好的花纹,表面刷两次全蛋液增测,入烤箱,170度烤40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 一,在做内线的时候,不同的微波炉时间和火力都需做调整,如果加热过头的话,蛋糕就全变硬,所以,要随时观察蛋糕的状态,二、二十三和二十四的步骤,我做反了,应该是先刷蛋液再忘花纹,不过,我觉得反过来做也可以,哈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